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2月29日晚上 有網民在港鐵太子站出口 發起831半週年的紀念活動 當晚後來演變成衝突 警察抓了115名市民 其中一名原來是休班附警 這名休班附警 原本是駐守觀塘警區 已經任職了兩年 正職擔任教師 目前未有足夠的資料顯示 到底這名23歲休班附警 是否真手足 如果是的話 真的抓他好運 接著想說關於韓國的情況 目前韓國今天新增了586例 累計已經去到3736例 估計明天都會過4000 到底當地為何會這麼嚴峻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新天地會 根據韓國媒體的統計 在目前所有的案例當中 有2113名 是新天地會的教徒 大家可想而知 是佔了一半以上 所以真是拜他所賜 韓國今天這個情況 因此新天地會的教主 李曼熙 遭到當地人的嚴重非議 在今天 一群新天地會的前教徒 入稟了水源的檢察院 要控訴李曼熙 說他阻礙政府的防控工作 以及藉由提交一些留的教徒名單 來干擾政府的工作 這個新天地會 最初 就是拒絕 提交超過20萬名教徒的名單 給政府 在社會不斷施壓之下 才是妥協 當然 受到批評 因為已經 延誤了時間 而且 據報名單 是不完整 而且是不準確的 一群前教徒聲稱 提交這些留料的幕後黑手 正正就是李曼熙 而且 首爾市長 朴元純就說 新天地會提供的成員名單 跟首爾市人名根本對不到 指揭的新天地會 就是善改教徒的名單 在今早 李曼熙 接受衛生部門的檢查 而且根據韓國中央對策本部的宣布 原來這個新天地會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有教徒曾經去過中國一些高風險的地方 進行傳教的工作 這群人早就已經回到韓國了 到底這群人和目前現在韓國出現的情況 有沒有密切的關聯呢 還在調查當中 如果是有的話 真是整個大韓民國的歷史 就是由這群人的蝴蝶效應 而改寫了 港大的何柏梁總監提醒市民 目前本港的情況仍然是嚴峻的 未有條件鬆懈 如果鬆懈七天的話 就可以變成韓國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他的說話才好 因為今天除了大帽山 大美督和石澳仍然是人頭湧湧以外 原來 去到這個 鶴咀 這些那麼山卡 那麼偏僻的地方 當然也是行山的熱點 郊遊的熱點 繼續人頭湧湧 而且大部分這些行山人士 都是不設防的 可能他們就覺得 既然都去到一個郊野公園的地方 那麼多的空曠的地方 現在要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還怎麼會這麼笨 帶著東西 當然是除了扔掉 這個非常笨 為什麼 因為山頭不是只有你的 不是只有你的朋友 家人 還有其他的行山客 那條山徑這麼詭擇 迎面而來 如果有個人在不停說話 你說怎麼辦 還有不單只是這些郊野公園 又今天很多人前往長洲郊遊 有小食店說 生意比去年 回復了一半以上 即是告訴大家 人流是非常之多 既然那麼多人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長洲 還需要去旺角 真的不是很理解 到底這些人是想什麼 你就說要去避世 避世當然是去一些清休的地方 怎麼會去一些 那麼旺的地方 我真的不明白 這些人怎麼想 因為你可以去 別人都可以去 已經是連續兩三個星期 都是熱點 為什麼還要選擇這些地方呢 而且昨天 長洲太平清朝的 直理會就宣佈了 鑑於目前的情況 將會取消 搶包山和飄息 就只剩下 匯境巡遊 和傳統的 拜祭活動 當然 連這個活動都取消 但是那些人 會繼續去 這樣才奇怪 所以我預期 下星期 我上述所說的這些地方 依然都是會人山人海的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 一窩蜂去做 這些事情 接著就說說 關於大陸的一些奇怪現象 大陸目前有說 要全面恢復生產 但是 有一些工廠 他們就開啟空調 來耗用一些電力 其實廠內是空轉的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其中一名的溫州人就爆料了 說今天中午 社區幹部打電話給 那個企業的負責人 命令他要在夜晚12點之前 必須完成用電3000度 而企業因為 目前這個嚴峻情況 尚是處於完全停頓的狀態 無論原材料 或者員工 全部都未到齊 企業想提早開工 都沒辦法做得到 社區幹部跟他說 如果做不到完成3000度電的任務 鎮裏面和相關部門 就會過來拜訪你 這個企業 負責人就相當無奈 在千萬個不願意下 他就自己動手 在下午1點多 去到工廠那裡 將所有的空調等等 耗電的電器 和機器 就開啟了 任得空轉 出現這種怪現狀 原來就是因為上級 統計的開工率 為了方便統計 就看那個用電量 為了用電的數字好看 為了完成這個檢查 為了政治任務 就變成了用形式主義來對付形式主義 這就是溫州人所說的 這件事其實就證實了 根本大陸目前的恢復生產條件 還是非常有限 因為供應鏈斷裂 人又未到齊 而且根據港商所說 深圳市政府就跟他們說 那些工人如果是上班的時候 有什麼東瓜豆腐就要一個企業負責人 來承擔 當然那些企業也不願意 那麼順貪 而就算那班工人完全沒事 可以放心 都沒有辦法開機生產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原材料 那些供應鏈斷裂了 那些工廠不是憑空生產 他們也要從不同的省份 買入一些原材料 去加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交通又未完全恢復 而且那些原材料的工廠 根本上他們未曾投入生產 變成供應鏈斷裂 都買不到 這樣的情況下 又要繼續出糧給那些工人 如果他們回到工作單位的時候 令到那些廠家 就牙痛的聲 目前有一些廠家就開始部署 將那些機器移走 簡直是不搞 而去哪裡呢 當然就是一些東南亞的新興工業國家 例如一個熱點 就是柬埔寨 其實很多的製衣工廠 目前就已經不再在廣東生產 這些勞工密集的工業 因為在大陸的工資太貴了 因為他們已經設置了所謂的最低工資 而這次的事件 其實是加速了這一班的廠家 將廠房遷離中國 去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所以大家就可以預期得到 在今年的下半年 這些沿海的省份 或者工業的重鎮 將要面對工人下竿的問題 因為那些廠家都加速走人 而且根據一個統計的數據顯示 今年 農曆新年以後 中國的用電量 是完全沒有升過 非常平穩 跟年初一相比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而在往年就已經 升上去過年之前的水平 這就是很好的數據 告訴大家 根本上 未曾完全恢復得來 上面是很急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就要找到工業生產 就要頂住經濟增長 自幣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各省市的政府基本上就是採取一種拖延的策略 而就算 好像我剛才的故事所說 那些幹部要求廠家 去開工也好 他都沒有本事去做 因為那個供應鏈斷裂 那些原材料未到 就算到也沒有用 有一些廠家基本上 不想承擔風險 那些工人有什麼事就入他掃 那他就會很嚴重 所以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 就真的不樂觀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